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2017年的第一集的心灵花园节目 我是王伟 在直播室有我们的顾师傅 要跟我们今年2017年新的开始 师傅奥弥陀佛 王伟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奥弥陀佛 师傅应该跟大家说一声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师傅 希望新的开始是美好的开始 也是一个美好的延续 而且我们讲说就一年之际在于春 一日之际在于晨 所以我们在1月1号跟大家在这里问候新年好 希望大家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而且已经是做好准备的开始 听师傅这样讲的话 是不是大家要用功呢 其实呢刚刚王伟还跟我讨价还价 说新年才开始就要上课 我看王伟还犹豫了一下 我想想我想其实如果2017年的1月1号 我们可以借着空中佛学院的上课 让大家是这个充满佛法的一年 就像我们的师傅幸运大师跟我们讲 说在有佛法就有办法 我希望大家拥有这个现在开始 要开始跟大家来介绍的波瑞心经 拥有这种波瑞智慧 我相信大家这一年都会很有办法 对刚刚师傅提到说 我们要开始讲波瑞心经 我就说那上课就没有问题了 讲这部经就没有问题啊 没有因为我跟师傅有提到 我其实波瑞心经是 不管是不是佛教徒来讲 我相信最为大家所知道的一部经 大概也就是这个波瑞心经了 对还不只是我们华人 就是像日本韩国 他们甚至于抄写经典 的风气比我们中国佛教还要再更兴盛 就算是我们 比如说带英语系的信徒 英语佛学班呢 他们要做课颂 那颂的经典 以英文直接来颂的 那还是波瑞心经 还是波瑞心经 所以是确实像你讲的是横浦极化 但是真的就是诵经容易解经难 两百多个字你要把它念完 很容易啊 但是念了什么呢 跟我们什么关系呢 要理解它 就算你听过几遍了 都未必一直可以保持着 用波瑞心经的这种 波瑞智慧的角度去 关照这个世界 就是说实际上这样运用 都还不容易啊 所以我们就好好要把握 我们2017年开头呢 顾师傅就要带我们一起来呢 大家好好的来研读 这一本的信经呢 就现在请师傅来 给我们上课了 空中佛学院 各位空中佛学院的听众菩萨 大家吉祥 今天呢 是我们在为各位讲说 波瑞心经的第一讲 那第一讲呢 我想先让大家知道 就是说 波瑞心经在佛教的 它的一个普及性 还有它的 我们讲所谓的位置 就是它在怎么样的一个地位 这部波瑞心经 有时候我们简称叫心经 那全名呢 是波瑞波罗密多心经 各位要记得这个断句 要断正确 有的人会讲 波瑞波罗密 然后多心经 多心不好 就是 其实它是波瑞 这是一个句 然后波罗密多 波罗密多是梵文 有个大的那个尾音 所以它是波罗密多 然后心经 就像英文翻的 Heart Sutra 当然它不是讲我们的心脏啊 心理啊 不是讲这个 它是讲 它是整个波瑞思想的 经要核心的一部经典 好 那么我刚刚讲说 那这部经典在佛教 它的位置摆在哪里 那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 王伟提到的 说是很普及化的 加呼欲小的 当然 而且不只是 我们用来诵经 而诵经呢 它又可以横跨 就是你祈福 也可以送波瑞心经 就消灾祈福 你要这个超见 这个往生超见 也还是送波瑞心经 那要超写经典呢 也因为它的字数 就这两百六十字 所以也很适合来超写 那甚至于 比如说在日本 韩国 他们超写波瑞心经 那种重视跟讲究 可能要更胜于我们 这个华人 中国佛教徒 在超写心经 那要以它的普及性 我们本来讲 加加弥陀佛 护护观世音 欧弥陀佛 观音菩萨 这个念佛 普及 那如果以经典来说的话呢 当然 这个中国佛教 对于金刚经的重视 对于欧弥陀经的普及 但是不要说 波瑞心经 要更胜过于 这两部经典 所以各位就知道说 它的那种普及性 那当然其实我们在这里 空中佛学院 跟大家分享 带出它的重要性 那么就从这个经题来进入 那就像在憨山大师 他说 说诵经容易解经难 口诵不解 总是闲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诵词波瑞心经 很容易啊 但是你要理解它 那还真是不简单了 有多少人抄写 诵词 背诵那根是滚瓜烂熟 可能都可以倒背如流了 但是呢 你要理解它不容易 但口诵不解 你就是诵而不理解 总是闲啊 这是太浪费 太可惜了 这个突然浪费了这些 这个理解的好因缘 那么 当然讲波瑞心经 我在这次的计划要讲呢 我也希望 就是说既要断落分明 那么还要把这个各种的义理 是他不离开整部波瑞心经的核心思想 帮大家来连贯 只是说波瑞心经呢 如果各位听下来呢 可能会感觉 他其实就是有很多的名项 他其实也是一部佛法概论的书籍 因为里头有很多的 比如说五蕴啊 这个一切苦恶啊 就讲一切苦啊 二帝啊 四圣帝啊 这个六度波罗蜜啊 十二因缘啊 十八戒啊 我这样子提 各位可能想 咦没有啊 波瑞心经里头 哪里有讲到四圣帝这四个字啊 其实就讲到苦极灭道嘛 经文里头就有 那比如讲 咦有提到十二因缘这个名项吗 名项这个总称没有 但是里头讲 这个无名亦无无名尽 乃至无老实亦无老实尽 这段都是在讲十二因缘啊 所以我想既要让大家认识 这个名项佛法概论 佛法的概念 那另外呢 又不希望说见树不见灵了 到最后 个别名项都知道 但整部经典讲什么 又模糊掉了 我是很希望说 我们虽然一个星期 才上一堂这个空中佛学院 那希望这一部分呢 可以帮大家把它连贯起来 我们讲经从经题开始切入 那如同刚刚提到的这部经典呢 全名叫波瑞波罗蜜多心经 首先呢 那先讲这个波瑞波瑞当然是智慧 其实所有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都是因为这种在智慧上的 就在波瑞上的究竟 这个正德 然后成佛的 所以像我们说佛教徒啊 学佛 大家不要只是停留在那里拜佛求佛而已 不是只有烧香拜拜 其实最主要的 我们是按照佛教的教主 释迦摩尼佛教导我们的 怎么样开发我们本有的智慧 一直把智慧提升到究竟圆满 那么究竟圆满的智慧就叫波瑞了 当然这个波瑞一般呢 我们把它分有三个 算三个层次吧 三个层次呢 第一个呢 叫文字波瑞 第二个呢 叫观照波瑞 第三个呢 就叫实相波瑞 那为什么分成这三个 我举个比喻说了 我们是通过文字 包含现在各位通过音声 语言音声 在学习理解一个道理 你通过这个工具 我们也可以讲 这个工具就好像 你要过河的那个船 那一艘船 你要过河嘛 你要到对岸去 对岸有一个目的地 那这个你要有工具啊 那工具是一艘船 好 那所以语言文字就是 这一艘船 然后我们就称它为 文字波瑞 那第二个层次呢 叫观照波瑞 观照波瑞呢 就是说 你用你听来的道理 然后运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你怎么用这个智慧 去看待 去运用 甚至引导自己 最后的这些作为 就你怎么用在生活之中 那你已经起了这个观照 就是现实的生活 跟智慧 中间有一个连结 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叫观照波瑞 这个就好像呢 刚刚讲了 好了 我要过河 我有工具 我有一艘船 一艘船得有人驾驶啊 那个在驾驶 我把我的 用一种技术 开这艘船 怎么样 在运行在这个河流上面 那这个呢 就叫观照波瑞 那么当然了 到正得究竟的那个智慧啊 就是已经 我们一般会形容叫得到 得到感觉好像是由外来的 那其实佛特告诉我们是 我们本来就有 但是呢 我们太多的那种 重重烦恼啊 好像重重云雾啊 就遮挡住的 好像那个光明都透不出来 那我们是去掉了那一些 这种执着啊 然后放下了那些执着 慢慢才显露自己本有的光明 那到达那样子的 究竟圆满的智慧 我们就叫石像波瑞 那么这个是 我们讲这个经题里头啊 谈到的 这个第一个名词啊 叫波瑞 但也有人会问说 那就翻译成智慧 不是更容易明白吗 这又找不到那个对等的智慧 因为一般的智慧啊 可能我们会以为 哎呀那个人很聪明 你看他读书成绩多好 哎呀他多有学问 知识很广播 就是说 一般人会印象中以为 哎他很聪明 他的知识很很多啊 什么 就是以为那个叫智慧 其实不是的 那种智慧 你用在生活中啦 做一点发明啦 做事的方便啦 那个都算聪明 我们也会讲 哦那个人很有智慧 但我们讲波瑞 不把它翻译成智慧 实在是因为不对等 那真正的波瑞 它是究竟的 圆满的 不会有这个其他副作用的 比如说 我们发明炸药 哇 这发明的人很有智慧啊 但是炸药 造成的破坏很大耶 有好有坏啊 那所以他不圆满嘛 那所以我们就不翻他为智慧了 但其实也没有找到更雷同接近的字 所以就保留他的这个音 Pragina 反文的音Pragina Bore Bore 就怎么样翻这个音啊 那么这个第二个词句叫 Boromito Paramita Paramita 有完成的意思 我们有时候把它翻译成 到彼岸 就是好像这个大船到对岸去了 我从烦恼 无名的此岸 也可以讲生死轮回的此岸 Paramita 我渡到对岸去了 我已经得解脱了 已经这个圆满了 我已经完成了 是一个完成的动作 波罗蜜多 那么心经 这个心啊 不是心脏的心 也不是心理的心 它是 在英文翻成Heart Sutra 也不要以为它是弹心 这个论道的心 它这个心是 我们可以翻译成是一个 好像这部经的这个核心思想 是核心 是经药 是整部经的这个精华所在 那我们如果讲说 十方诸佛都以波瑞智慧到成佛 那么整个可以讲 记载整个波瑞思想的精华 那应该是在六百卷的波瑞经 那六百卷的波瑞经 如果要浓缩它的经药 那就在这一部波瑞波罗蜜多心经了 那么以上呢用一点时间啊 带大家先对这一部经 至少从经题就得到一个概念 再来我们就是借助这一部经典 然后要去体证诸佛所告诉我们的 究竟圆满的智慧 能够带着我们这个 就是到达解脱政物的这种智慧 它的核心思想的这一部经典 我们就先做好这样的认识 那么到下一次跟大家介绍翻译的人 之后才进入经文的解说 今天先讲到这里 祝福大家 哇 非常感谢师傅为我们开示 讲到这个波瑞波罗蜜多心经 原来光这个波瑞波罗蜜多呢 就已经有包含了这么多的解释了 其实我还是讲得很简单 真要解释 其实我们图书馆有很多 因为它翻译的版本就不同 就是说解释的 注解的书更多了 不下几百种的 那你像大师写的这个波瑞心经的生活观 那就把它更加的运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不过我们真的也很开心 在我们2017年的开始 师傅就为我们来解读 大家认识多一点这个波瑞波罗蜜多心经 所以我们更期待的下一堂课的开始了 好 师傅 那我们先进入广告 广告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夕朴佛辞旧岁 名声天晓迎新春 多伦多佛光山 庆贺名声天晓农历新年系列活动 1月27号星期五早上 开始年宵市场 除夕晚上8点到9点30分 延生普佛法会 10点半开始新春烧年香 点灯许愿 敲平安钟 大年初一初二早上10点 新春礼谦佛法会 万锦 释迦堡 市中心中国城 Finch地铁站 都有专车接送 何家团圆好去处 平安欢乐中国年 尽在佛光山 联络电话 请驾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上网查询 www.fgs.c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再次回到我们的心灵话语节目 在直播室有我王伟还有顾师傅 师傅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师傅我们今天1月1号 刚刚我们之前就请师傅为我们上了这个课 有关讲这个心经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下个单元 可以说是佛光菜根坛的单元 是新年吗 对 还是谈心 所以师傅选了一个心跟心 心是新年的心 再是我们的内心的心 对 新年 新希望 这个新年的心是新旧的心 心希望是内心的心 所以师傅特别选了一个就是心的力量 对 这是在我们金玉满堂教科书 那有不同的题目嘛 那其中佛光菜根坛 我们就选了第三册 第五课 新的力量 王伟先把这个佛光菜根坛的这个课文先念一下 好 可以 第五课 新的力量 心如田地 好的田地 能生产好的农产品 坏的工厂 只会污染环境 因此 我们要保有一颗 清静 慈悲 善良 欢喜的心 才能创造快乐给人 好 所以就着这个课文说心向田地 你要生产什么 其实在《华言经》里头也讲啊 说心如公化师 能化诸世间 就是真的 维世家讲的说一切唯心照 就心能生万法 那么都是在谈心 也可以讲其实佛教是最重视内心的力量的一个宗教 它不是要你去崇拜啊 盲目的这种信仰 不是 它要你认识自己 然后自己就可以开发无限的力量 这个如果讲宇宙的奥秘 我觉得那个所谓的奥秘 不在整个宇宙 这个太空里头 你只要找到你内心 你认识自己内心的奥秘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的宇宙的神奇了 舒服讲的不对 不过新年后 我们谈这个心 当然从课文里头 因为我是很喜欢这个金玉满堂教科书 因为是周围读书会用的 这是大师指导编辑的 那以佛光猜根谈刚刚你念的课文 之后还有提要 那提要啊 我觉得也写得很好 然后就正文的解说了 像提要里头就讲说 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大 最强 就先提出问题哦 当然记得说 心的力量是最大最强的 所以一个人要成佛做主啊 悉圣悉贤 就成圣成贤啊 或者是跟那些魔鬼 罗刹 为伍啊 并列啊 其实都是由心做主导 心如果正 行为就正 心如果邪 就偏邪了 行为啊 就会有偏邪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啊 好好的看好这颗心 照顾好这颗心哦 是很重要的 那各宗各派都有谈到这个心的羞耻啊 禅宗呢 也讲他借助这个 常常打坐啊 经常啊 那个参话头 提醒的都是讲 提起正念 或者说照顾脚下 这个在打坐的时候 禅堂里头 常常很大声的啊 就 就是参这句话 提起正念 或者说照顾脚下啊 其实都在观照自心 那么 所以这个 讲到内心啊 这个是最强大的力量 我就觉得 新年的开始 选这一课啊 其实 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啊 都可以在一个新的开始 掌握好最强大的力量 大家可以想一想 新年新希望 新年有新的计划 你计划的是很 很空泛的 对 还是说 是很具体的 这一些 这个 你的心把它规划好了 也差不多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你计划的好 后面就已经 差不多都知道结果的了 其实像师傅提的 又让我想起来说 其实我们每一年 在一个新年的开始 都会有给自己 很多的计划 说我们今天要达到 什么样的目标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在我们的生活上 不管是个人 或者是在工作上面 有的时候 要达到个目标的时候 它必须要经过 很多的挑战 那我觉得 维持这个新的力量 很重要的是 当你遇到挑战的时候 你的这个正念 要更能够去把持住 对 因为在这个成功 比如说 你达到目标的路上 一定会有很多的挑战 更有很多的一些因缘 可能会让你 支持你这个心念 会动摇 可是我觉得是 越遇到困难的时候 这个新的力量要更大 其实谈心 那个话题可以很多 很多 对 课文里头 当然也有提到 说这个 我们的内心 比如说 你今天心情很愉快 很高兴 感觉你就是好像 因为心愉快 愉快 就好像在 我们讲使法界 六道 使法界 你就好像在天堂一样的 今天遇到什么事情 我很生气 好像跑到欧修罗道 这个心很 遇到什么事情 觉得好苦 感觉好像 好像在地狱道 想要什么 我好想要 好像在恶鬼道 恶鬼道 所以什么时候 你是真正完全的人 完全的你 你自己真的是想一想 这课文里头 其实很多层面 带着我们切入 一个是说 心上下 你怎么掌握 还有心大小 我有时候 我会感觉 一些人心量很小 我就会讲 我说 你怎么搞 你是怎么样 得到狭心症 还是怎么样 我不是这样讲 心脏不好的人 我是说 就是就 就是你 你心宽广 你肯包容 当然这中间 有很多的 你观音缘 能够理解 能体谅 自然就宽容 空间就出来了 空间出来 彼此之间就有 就人我之间 就有那种 转环的余地 如果你 应是就是 要很狭隘的 或者是很死板的 这样子 抓着不放 勒紧的 勒紧不是对方 你自己都一起绑了吗 对 自己也不得开心 所以真的 心门要开 不要关闭 所以谈心的力量 好多可以谈 包含我们刚刚在 进录音师之前 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心 我提到 我说王伟 是一家之长 对 这个家长的心 其实也决定 这个家庭 整体的 不止气氛 包含孩子的教育 这个家庭的 这种 微分 就是都决定了 那一个城市的 就当一个人 他的power 越大的时候 他的心就要 格外小心关照了 你看 这个家长 跟孩子讲 我要你这样 要你那样 这个是对的 那个是不对 如何 就决定这个家 但是如果power 更大 成为一个city 一整个城市的 市长的时候 这个城市 有几千几万户人家 也是决定在 这个市长 他的政策 我举个例子讲 我到一个地方 去讲演 我就听到说 那个城市 很不好 我们的佛堂 怎么会在那一区 我说在哪一区 都是因缘 我就去 去了那里 那个会长 开车接我 他说他家里 离这个道场 要一个半小时 他说一班信头两小时 我说为什么那么远 我说哎呀 你搬靠近一点 他说我们买不起 这区太贵了 我说 我听到是不好的 你怎么说这里是黄金 是钻石 是买不起 他说几年前的 那个市长的政策 说这个租屋要便宜 给大家都可以租 结果进来的人 就是中下阶层 就是付不起费用的人 后来换了市长 他就觉得说 不行了 都没地方住了 我们要开放 不要再限定 租金一定不得超过多少 就自由竞争 这样 结果他房租一跳上来 结果就是 因为他也是一个 教育为主的区 就慢慢的 租不起的人搬出去 租不起的人搬进来 整个区上涨 像这样 一个策略 又是很大的变化 对 我这样讲 当然是很小的一个例子 但是我只是看 才这么两年 变化这么大 这么大 我看的都是盖新的 这些公寓 这样 所以如果是一个总统 那影响又更大了 我们应该已经 影射到美国 即将要进入的 新的一个局面 但我希望 这新任总统 心量更宽广 更大 不要把这个 你是不是白人 或是白人以外的 又如何 这种 会造成分别之后 就是对立 对立之后就是冲突 绝对是开导车的 我希望 心的力量 确实很大 那power越大的人 他产生的 那个 决定作用 就更强大 所以更加要小心 看好自己的心 所以我们是希望 国家能够富强 不过同时间来讲 可以更包容 那就更好了 我希望加拿大 我们讲 师傅跟我们讲 加拿大很大 多人多很多 大的不是只有国土 大的还要新量 包容 包容多元文化 不同种族 这个才叫加拿大 我想美国立国的精神 也是一样的 我们在 这个影像新的一年 真的是祝愿这个世间 人间更美好 世界能够和平和谐 不过再次非常感谢师傅 在我们的1月1号 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开示 我相信这个心 对于所有的人来讲 在一个新的一年开始 都是非常重要 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 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 来面对我们新的一年 再次感谢师傅 阿弥陀佛 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你想知道 我们在过年期间 有什么样一些活动的话 都欢迎你打电话到 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者列个上我们的网站 来查询 我们的网址是 三个W.FGS.C 再次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个星期 同一时间 我们就空中再会咯 拜拜 感谢佛光文教 如是我闻 音乐提供 音乐提供 音乐提供